爱恋你 爱恋你 女儿 美不美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Sophia 今天吃什么 今天要来做一道好吃的八宝辣酱 那我们看一下用到的什么材料 OK 我们会用到四季豆 那我已经把这个头跟尾豆已经去掉了 洗好 洗干净了 然后这个是猪肉里鸡肉 这个有七个盎司 然后泡一点虾米 然后我们用到AMG海鲜公司买的这个软丝 也就是鱿鱼 然后一点砂糖 酱油 然后会用到哈哈丼拌酱 然后这个是四川的辣椒酱 然后鸡粉 米酒 还会用到一两半的蒜 豆干 豆干跟这个笋 那这个笋可以省列价 不想摆的话OK的 真是豆干是一定要摆 好 我们来把这个四季豆处理一下啊 这个头尾都去过了 然后我们要把它切成一粒一粒的 因为我们要做八宝辣酱嘛 所以就七粒一粒的这样子啊 接着来切豆干 三一切二 然后我们来切笋 差不多不到一公分宽度 好 我们来切肉 这个七盎司的肉 这个七盎司的肉 把筋的地方切掉 然后把它切成一条 然后再给它切成一粒一粒 我们来拍两颗蒜粒 然后提前泡的这个虾米 给它拿出来 稍微切一下 不要太大颗 好 然后我们来腌一下这个肉 一点酱油 一点老抽 老抽生抽 米酒 一点砂糖 黄的白的都可以 黄砂糖会比白砂糖稍微甜一点 一点鸡粉 白胡椒 好 然后放点菜白粉 来一点点蚝油露 然后给它拌起来 拌一下 拌一下 沙拉油 在里面 好 让它腌制一会儿 还有鱿鱼 我们去 取一只鱿鱼出来做 好 我们这鱿鱼洗好了 皮也把它扒掉了 然后把它切二 把它剖开 里面还可以再把它清干净 里面还可以再把它清干净 一切四 这个是中型的鱿鱼 因为它会说的 所以我们一切四之后 也是一样给它切成 这样一块一块的 我们要放热水里面汆烫一下 好 煮过一锅热水 我要汆烫一下这个鱿鱼 把它倒下去 因为这个海鲜嘛 它会出水的 所以一定要先把它穿过一下 好 差不多穿半分钟 我们就火关掉 锅子热了 锅子热了 我们来放油 先放两勺油 来炒一下 这个四季豆 鱿鱼 把鱿鱼 再加一点点水 稍微搁一点点的盐 把它添起来 继续放油 炒豆干 一汤匙斑的油 可以下点蒜末 放一点点爆香一下 然后就倒这个豆干丁跟笋丁进来 搁点酱油 好 添起来 我们来炒肉 割两汤勺的油 把这个剩下的蒜末全倒下去 然后这时候把这个小虾米倒进来 稍微炒一下 然后我们就倒这个肉进来 我们要准备好这个豆瓣酱 跟辣椒酱 这肉要炒熟来 好 肉熟了 然后我们就把这刚才齐鲜炒的料全倒下去 拌在一起 五花八门很漂亮 然后把这鱿鱼也倒下去 好 这时候我们要放 好 这时候我们要放 一汤勺的这个豆瓣酱 放两汤勺了 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料蛮多的 然后一茶匙的 一汤勺的这个四餐辣酱 或是说家里有什么辣椒酱就用可以 有XO酱就用XO酱更棒 大火不然小 好 然后要放一勺糖 然后要放一勺糖 一勺半 一勺半 可以 喜欢吃辣的朋友们 就可以再放再更辣一点 好的 我们这个八宝辣酱就炒好了 颜色很漂亮 五花八门的 那大家不妨在家里可以试试看 这很容易做 又很下饭的菜 那今天就做到这了 谢谢你们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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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